喝汤了哥哥 我最喜欢皮蛋这样煮了 好香喔 快点来吃饭喔 香菜一把 皮蛋两颗 咸蛋超人 我是皮蛋超人 葱花一根 葱花一根喔 还有石斑大王 斑花鲜物的石斑鱼片 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法租界Adam 为了这次母亲节 所熬制的二次石斑鱼汤喔 石斑大王他们家的龙胆石斑的头跟骨 先熬汤 然后呢 再用他们家独家培养的 南瓜 黄瓜石斑 再煮一次 过滤出来就是这一包好汤喔 教大家怎么吃喔 皮蛋有一个名字叫做千年蛋 因为他的英文就叫做 Thousands Egg 听说很多外国人第一次看到皮蛋吓死了 可是喔 皮蛋煮汤喔 非常好喝 广东人香港人最爱了 皮蛋煮汤 而且呢 它有一股独特的风味 嗯 这个时候香菜正盛产喔 所以呢 就来教大家煮一个非常简单的皮蛋香菜鱼片汤 如果按照香港人的做法 他们呢 必须要先去熬这个鱼汤 可是现在有法租界的鱼汤了 就不用了不用了直接就可以煮了喔 法租界的黄金鱼汤先倒进锅里 哦 你看还有胶质耶 完全解冻之后还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胶质喔 一块一块的喔 这吃起来很补的 记得要用很小的火来泡煮鱼片喔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抓一点粉喔 煮这道汤非常快 用法租界的黄金鱼汤 再加上有金箔无毒测试的石斑大王的龙胆石斑跟龙虎石斑片 好可以看得出来鱼的颜色已经变了喔 我们现在把我们刚刚所切的皮蛋呢 好玩皮喔 皮蛋来 撒下香菜 撒下香菜 加一点胡椒粉 这个汤就完成了 教大家怎么样使用这次超级美食家鱼法租界 跟大家联合团购推荐的黄金鱼汤跟黄金鸡汤 很多人说不会用鱼汤 是因为呢你自己要在家里熬鱼汤实在太麻烦了 你其实在家里熬不出他们家的黄金鸡汤 因为他们家的黄金鸡汤呢 是公鸡煮汤 然后再熬母鸡 跟这次的黄金鱼汤一样 先用龙胆石斑鱼的头跟骨 长时间熬汤 取汤之后呢 加入南瓜跟黄瓜石斑 来给大家熬煮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浓汤 浓白汤喔 好啦就这么简单 大家会运用了吗 老实讲呢 不是母亲 我自己也很爱喝这种汤 我自己都在家里熬 可是实在是太麻烦了 谢谢Adam 法租界的主厨 这次与超级美食家 还有斑花鲜舞 联名一起开发这样子的新商品 当然还有你们所熟悉的黄金鸡汤 都在这次的团购组合里喔 its 这次的团购组合里 所以 这次他 gummy 你